但其實我覺得無可否認疫情的確令到每個人的生活 或者工作上都有些調整 甚至有些人說反而疫情令到我們放慢了一些生活節奏 其實在這段時間裏面 無論是對阿黎還是對阿鹿來說 這段時間裏面其實自己的生活節奏 是不是都有一些因為疫情期間 反而令到自己有些節奏上放慢一點 舒適一點 我放得很慢 我慢到什麼呢 其實我現在住在那裡 我是第二年住的 我現在住在那個單位 但我第一年沒有時間 我住的單位有一個天台 可以上面有些活動 但我第一年完全沒有時間上去享受那個天台 但今年我很多時間上去曬太陽 自己上去曬太陽 那個節奏是慢很多 就是上去看那些雀鳥飛過 曬太陽 曬完之後下來自己煮少東西給自己吃 是多了很多的機會 平均一個星期有兩三天都是這樣 可能當初你住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沒有認真享受過 其中你住的地方 就是放雜物 原本是天台一年是放雜物 有些不想放在家的東西就放在上面 現在就多了 今年就是多了使用它和享受它 阿鹿呢 你的生活步伐有沒有因為疫情關係都稍微放緩 讓自己多了使用不同的感官 包括你喜歡拍照 包括你用創作的時候 都會覺得原來那個節奏都不多不少 因為疫情關係都放慢了下來 工作沒有以前這樣的時候都會放慢一點 但是我自己會有些時間都去到比較頑皮的情緒 真心都經歷過 沒有工作 你又住不出胡同的時候 都有一些不開心 但是好像剛才跟你說 就是靠運動 無法出海 貧禄州 就在家裡 其實都好像黎曼一樣 我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天台 都可以上去擁有天堂去做一些運動 曬一下都會曬一下 但是都好像一個循環一樣 去提醒自己 不要做什麼 還有去拍拖跑步 其實兩個人都是用一些景色去放鬆 他就看到天的景色 而你讀木舟的時候 就看到海的景色可以得到放鬆 有一種自由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疫情期間 每個人都得著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就會覺得我忽然學會煮食 有些人就會學到新的增值自己 包括學到不同的技能 或者做手作 甚至音樂來說 真的有多時間做創作 而另一邊 有些人就會說因為限聚令 可能就少了 跟朋友去見面 或者去相處 而其實在Rubberband一直以來的 音樂的過程 或者歷程當中 其實有一個日本籍的朋友 對你們這麼久以來 音樂都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因為這個朋友 因為他的住屋的關係 他就要搬回日本去住 其實你們跟NASA的相處是怎樣 讓你們去介紹一下這位朋友 你剛才所說的那位錄音工程師 其實我們入行第一首歌 認錯的時候 他已經幫我們錄音 他的名字叫成賴達人 我們簡稱叫他NASA NASA是一個來自名古屋的 豐田市的一個日本人 很長進 其實他的老家是 他的雙親 不過年紀比較大 他隻身來香港工作了十幾年 其實每年都會回去探望他父母 但是疫情的關係 他都會擔心他父母 還有香港在這段時間 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錄音師的工作 或者是做工程師的工作 所以他決定回去照顧他的父母 就是看著他的父母 那都是一個摸來的決定 因為他本身都在 其實他拿了香港身分證 是 紮根了很多年 是啊 他都想在這裏發展 但是一來自己父母 所以要離開他這裏的工作安慰 是 看不見他跟NASA先生相處 這麽多年以來 其實是由Album A 做到最近之前的Album 一直都是他有份幫忙 其實跟他以來的相處 有沒有記得一些特別最深刻 或者是剛才跟他認識的時候 其實看不見NASA是一個怎樣的人 甚至經歷了大家相處這麽多年之後 原來雖然他選擇要回到日本居住 但是我都記掛著很多跟他相處的片段 或是跟他合作之間的深刻時光 有沒有這些 無憶都有很多 例如 其實NASA先生應該是雷仲德 Mark先生他請回來 對 Mark先生請回來 因為NASA這樣叫Mark先生 在開初未認識他這個 未見到真人的時候 例如以前舊隊友 藝心很喜歡說 是一個很猛鳥的日本人 我們因為有很多想像的 因為Mark會請的可能是很潮的 但是NASA是一個很忠厚 很老實的日本上班族樣的人 反差是有一點 即是大家看到漫畫裏面 可能會看到那些上班 我們都以為是那些很潮的 是朴實的日本人 以為是這麼軟好那些 我自己 但後來他的朴實是很貫徹始終 因為以前在Mark先生 即是Mark的studio NASA先生很喜歡我們叫飯吃的時候 他就是叫一兩道茶餐廳的飯 什麼瓜粒飯 是香港的 我記得他很喜歡雜菜炒飯 他其實也很喜歡吃好的食物 他很喜歡吃 糟了 我不出了一下 這段 skip了他 即是很茶餐廳的 他很喜歡吃 但是他又是一個 其實他很有愛 對我們很有愛 那還有什麼呢 NASA先生 我又說一下 因為他對我們的機會是最多的 因為我們錄樂器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專業的工程師 怎樣呢 他是 他可以很仔細 他浪費很多時間 去跟你聽一下 究竟那個麥克風放在哪裡 其實是一個很厭惡的工作 基本上 譬如說我要設置那套鼓 要錄鼓 我的麥克風放在哪裡 尤其是 譬如是Kick Drum 我真的打的時候 是砰砰的聲音的 他已經是貼在鼓上 覺得是找一個最好的Sport 然後 把麥克風放在那裡 然後跟你試 他是一個很有心機 很專業 他是十年如一天 都是一個這麼專業的 錄音工程師 所以 那就是我們 就算離開了舊公司 或者我們已經沒有在 阿媽以前的Studio錄音 我們都很常找NASA 一起合作 還有NASA 是都懂得幾句廣東話 他會用廣東話 跟我們溝通 有時候 小小 那些 再來 再來 嗯 我自己又會嘗試 學一些日文 跟他溝通 譬如每次做完事後 都會說 Oscar de Sama de Star 他就很開心 嘗試在一個 大家都有限公司的情況之下 去多一些溝通 這位戰友 我想大家都合作這麼多年 或者相處這麼多年 實在不僅是 再建立在音樂上的這份友情 更加多 可能是你剛才所說 就是錄音以外 一些很少的相處 慢慢累積 就經過了10年的光景 但我又覺得 特別是每次跟他合作 或是跟他相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些 來自日本的音樂人 或者來自日本的音樂工程師的特質 那麼多年你都覺得很敬佩 以及很值得學習 做事是認真 還有他的要求 他的標準是不會變得很重要的 他會堅持 譬如說 就算在有限的條件之下 他也想去到那個標準 譬如說 都是錄鼓的時候 接觸他最多 譬如說 那個鼓的調節不好 或者那天我的耳朵不是很好 調節不好的時候 他也會說 不如你再浪費多一點時間調節一下 可以更好一點 我覺得他這件事是 因為香港 我們香港人 大家都知道 好聽點說 就叫做靈活變通 但其實就可能走了正面 但是在他身上 你就會覺得 看到他用他的專業去堅持 確保他自己錄出來的 或者你做出來的東西 是合到那個標準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值得大家要學的 6號呢 6號回去跟拉薩相處 除了在叫犯方面 當然 說得好像你只是跟叫犯 除了在叫犯方面 譬如說 阿黎就會多些 在鼓上面的歌 他會控過來聽一下 完全不會介意大聲 他就控過來 控到鍵樓上照聽 因為他是要給你最好的東西 譬如說 跟6號之間 特別去到人聲方面 處理他怎樣幫你micing 那麼多年來 他跟你的合作之間 好實說 其實去到 我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 我想分享另一個 在錄音室以外 剛才你提到 他說有些日本人的特質 或者是一個不同culture 即是我們是跨culture的成為朋友 我很印象深的畫面 是我結婚的時候 聘請到拉薩來 收到一個禮貌很有心 很有客氣 有點無管動 他是將一些情歌 日本的情歌 結集成一張CD 可能自己錄了給我 在信封裡面 我不知道 回家才拆人情的時候 還有一張這樣的東西 有人情的 有的 拆人情的時候 只有這張東西 然後就覺得 很感動 當這個朋友要回到日本的時候 真心說的 其實我們可能要一段時間才能過去 疫情也在未知之數 但譬如說明古我自己還沒去過 你去過沒有 沒有 你還沒去過 譬如說未來 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幾個去開日本 大阪那些近的 就有相約 雖然不是很強的相約 但也很希望可以在那邊再見到 其實就算不是很強的相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只有機會都願意去探討這位老戰友 是啊 而且他也是住得很近我的 我們經常在公寓時間都會 公寓場 他上我家吃飯 大家一起聊聊天 吧 olmaz 吃飯 好吃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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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a 打 原